我们干脆就做了一个 完全不计划的节目 叫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 我们在第一天出发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几个人就在一个小咖啡馆里面 每个人拿个小纸条 写几个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之前写下你们最想去的地方 要不去趟天津 因为我们现在 所有人都没有订机票 就在表达你们 我写什么莫甘山 什么延吉 有人写三亚 有人写什么 什么都写了 然后就抽签 后来有一位嘉宾偷到的是 我写的那个签 当然好自己啊 这谁写的 大哥 我写的 我怎么会抽他的出来呢 是延吉 然后马上节目组就开始买机票 回家收拾行李 然后就在机场见面 然后就出发 飞机延误了三个多小时 那瞬间我在想 人都在踩你的点 对 就是难道这个决定又错了吗 我明明交给命运了 那命运又给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我到了延吉 打开手机 刷视频 刷到的第一条 从今天起延吉 正式进入旅游淡季的明天 我想 哇 完了 他们说 那就去看看 长白山天池吧 我说好 坐了四个多小时的车 上了长白山 我看了很多的资料 长白山的天池 就是像琉璃一样的蓝绿色的那个屋面 真的像圣虎一样 但当我蹬顶之后 我看到的却是一片冰原 长白山的那个天池的水 还没有解冻呢 我站在那儿好久就想 难道又错了吗 后来有个人在我身边告诉我 你知道吗 不是所有人 任何时候到长白山顶 都能看见他的 你们好幸运 你们看见了 太壮观了 太壮观了 我真的看到了 对啊 好美啊 天池 你好 我们终于到天池了 我们到天池了 哇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自己好像 那个释怀了 我就觉得原来可以这样 原来你有机会看到这个事物的壁面 也是一种幸福 哇 这句可谓有首歌叫《原谅不美好》 我觉得可能恰说的就是这种道理 我们认识的不是来同白山顶 一定能见到他最后 虽然我们是为了看日落来的 没看到日落 但是我们看到了 清晰又完美的长白山